原为人和陆圆琪离婚后行单影之 翻设自原为人微博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女性陆圆琪和原为人去年底签字离婚 恢复单身的原为人 近日被拍到深情肥胖 骆驼狼狈在街头猛抽烟 甚至乱丢烟地 烟河 私得有待加强 原为人去年传出财务危机 外遇风波 火速和陆圆琪结束 十四年婚姻关系 苹果今日直击他疑似多天没洗头 头发盘根错节 整个人肥胖宛如肯德基爷爷 在街头一小时内抽了四根烟 还乱丢烟地烟河 媒体制定原为人 经纪人 对于乱丢烟地烟河 经纪人 代他致歉对不起 做了不好的示范 陆圆琪和原为人离婚后 独自抚养一对儿女 翻设自陆圆琪脸书 他的前期入园期 目前独立抚养一对儿女 七月把大车卖掉换小车 车贷从每月近五万减至一万多 澄清为了小孩没打算卖房 以跟银行交涉是否降息或延长还贷年限 媒体问他和前夫近况 他冷漠不愿多做回应 似乎不想看原为人有任何牵扯 似乎不想看原为人有任何牵扯